然后接下来 刚刚你做的那动作 不是开启就当 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不是开启就当 因为太重要一个观念了 既然不是开启就当 可是那他到时候又要存放 这个数据存放到什么地方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你开启就当 就直接修改原始的档案 那现在我们既然是用取得 所以等一下我要 做一个视觉画图表 然后储存档案 我才能告诉你说 他其实会 暂放在我们叫temporary 就是一个暂存区里面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 可是稍后你才会比较清楚知道 到底他把档案放在哪里 好了 反正我现在我们开启 就是取得连线的档案了 然后接下来 我还是把这个时间 先改回来好了 好 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来观看 这个第二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非常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们刚刚是不是取得连线 这边叫连线 既然它叫连线 它会直接把那一个资料夹底下 所有文字的 因为刚刚我们是取得连线文字的 所以会全部都放在这边 所以这边有看到 有线宽屏用户数 有线电视定户数 及普及率 及统计日期的CSV档 全部都叫出来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三个CSV档 那我们用的是这一个 未来 我们当然要继续教你说 党案跟党案之间的一个关联 可能它是上下的关系 或者是左右左右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用CrossJoin 这些我们都会教 可是你要先懂一张资料表的分析 然后这张资料表叫有线电视 因为我们启动取得连结 所以它会自动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的只是显示 那张资料表底下还有其他CSV 那张资料表底下还有其他CSV 那请问一下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的意思是指说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我们正在使用中的 正在使用中的这个档案 好 那这个档案呢 它的相关的栏位名称在这里 然后记录内容在这里 对 其实就很像那个工作表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有线电视 定户数值 普及率率 然后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 有第一个是什么 预览资料来源 跟第二个管理员资料 好 这两个可能我们要稍微了解 当我们今天 我们想要去看完整的资料 当然就可以用这种资料表的呈现方式 这个我想各位很奇怪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管理员 它其实就是像一马步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表 比较可惜一点说 其实我觉得这样呈现也够了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这一张表里面 看出来我们有哪些数字人位 文字人位 日期人位 然后去做一些分析的推敲 这是这句话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不懂 因为大家连拿到一马步都很困难 而且它在这个地方是自动产生一马步 好 所以给我感觉 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要真的等你懂了 就是一马步 认识一马步之后 你就会懂这边的重要性 好 不过稍后晚一点 我就会跟你分享 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好